请收看 汇律法师 博学讲座 那么第五 叫做忏悔 往昔所造 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义之所生 经对佛权求忏悔 诸位啊 佛菩萨会给个机会的 会给个机会的 许多出家众 或者在家居士 不小心犯了戒例 我都叫他 除了这个句 要每天念要拜八十八佛 要念大悲咒 十万八千遍 十万八千遍 无罪不忏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最好念愣言咒 十小咒 犹如猛风 吹善俱杀 所以 这个忏悔啊 包括改过 那么 拜八十八佛 有什么好处 有生生世世 不会掉进去 二知二见 的外道家 生生世世 都会投胎 转世 在如来的正法当中 所以这个八十八佛 特别重要 如果你也想往生 极乐世界 这个大悲咒 可就非常的重要 这个大悲咒 念十万八千遍 临命中的时候 十方国度现前 任你往生 所以啊 这要自诚恳切的 吃大悲咒 而且可以掺除 五逆 十二重罪啊 是一举数的 说我都鼓励人家 要拜八十八佛 没有时间 用诵的 八十八佛 用诵的 每天诵一遍 念大悲咒 那么我们为什么 求忏悔呢 因为人不是圣人 一定会有过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